中共在執政理論上已經不能自圓其說 所以呢改革開放是你中共提出來的 但是那個消滅私有制也是這個中共的這個馬克思主義老祖宗的這個原教旨的東西 所以這兩個東西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這個最終就導致中共的這個執政理論沒有辦法自圓其說 那麼至於說要革前朝的命我覺得沒有這個力量 因為你現在要革前朝的命如果你要否定鄧小平那實際上他也做不到 他現在自己講的就是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 那麼互不否定的話那就是既肯定毛澤東也肯定鄧小平 那怎麼革前朝的命